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才会藏在这个山里面 这是比较写实 早期的写实的画风 您这个写实是在哪里的风景 其实我画大部分都是宜兰的风景 我很少画外现式的 而且我大部分都画冬山比较多 因为是住到这边嘛 所以这些东西比较有感情 像这几张都是外面 这个是东奥的 东奥的海湾 那个蓝色的海湾 我取它一个小的景色 那这是一个木马黄树 有那个宁静的海湾的小海感觉 那这张是我到大理海边 应该是大理海边吧 我到大理海边 渔船 渔船 渔航 渔航 那很多外籍渔航啊 他们就在那边工作 那其实我完全画这样的 他们这样的一个场景 因为我觉得他们工作其实很辛苦 那他们的船其实都掉乱七八糟的东西 可是灶连里其实那是很漂亮的 虽然很杂乱很臭 可是你会觉得说 其实那个 因为它色彩很多 色彩很多 然后那些线条其实都很漂亮 然后我觉得又很辛苦 所以我就画了一张这样的 没有 刚好这是有机会啊 因为老板这个地方蛮适合的 真的 老板 这里这张就是老板自己收藏的 这就是有些人 这些东西收藏的东西 这是你收藏的 大陆待了十四年了 你待 在大陆待了十四年了 在大陆待了十四年 所以这些东西从大陆 带回来大陆 放过来 用几个货柜在啊 四十尺了 我们在搬家具的时候 才知道四十尺有多長 我就知道他拉拉拉 怎麼拉不掉 還有還有 甲骨文 大鑽 這個是甲骨文 現在看這是什麼字 鳥 鳥嗎 對對對 這隻是鳥 那這個呢 不是飛啊 木 鳥木 良情折目而欺 哇 大師好厲害 這是一個字喔 蕭 很接近了 已經很接近了 很多人都猜蕭就是鳥在木頭 但是鳥它其實還有一個不同的 一個字也是代表鳥 這個字叫做集合的集合 其實本來小鑽它是三隻鳥 牠這邊有三隻鳥 牠這邊有三隻鳥 集合 小鑽 但是這個是那個象形文字 所以它這一隻 好深的學問 小鑽它比較複雜 它有些字會把它複雜化 它有些字會把它複雜化 是 那這個是大鑽 對 大鑽 但是我們完全看不出來它是什麼字 可以介紹一下嗎 對 因為我是道家的 所以這個是道家的一句話 子云玄赫 這是子 這個子 子為什麼是一坨喔 對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繩子 它這邊是那個蜜字旁嘛 蜜字旁 對繩子這樣子 對 但是我在寫的時候 剛好整個墨都暈掉了 所以它是整個把那個全部都塞住 變成這樣子 那 照理來說應該會把它丟掉 可是我覺得其實它 因為這邊也有空洞 這個是玄 可是它其實看起來很像葫蘆 因為葫蘆是我們道家的法器 很想拆疤 所以剛好兩個對比 所以我覺得這張還不錯 雖然它這邊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它整個版本都塞滿多的 墨珠這樣 整個都暈開來 可是我覺得 反而跟它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所以這張還不錯 我把它留下來 所以這個字是雲 對 這是雲 這個看得出來 這個是赫 赫 對 因為紫色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顏色 紅色 對 紫雲全赫 對 因為我就覺得說 其實你只要拿筆 拿筆 你只要會寫書法 你真的就是會畫畫 因為這完全是書法的筆法 完全是書法的筆法 所以我就很自然的 就直接讓畫下去 我的線條就很漂亮 那個都很好 對 因為我本來 因為我本來 那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東西 就是其實每一個人的特質 它本身的氣質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它比一個形象還重要 因為 因為你畫這種東西 其實你需要讓人家感覺說 它是很高雅 很潔淨的 很清潔那種感覺 那種氛圍也是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其實 每一個人的氣都不一樣 氣是清爵有體 那個潮皮在點那麥文獎的 每一個人其實你本身的氣質 都會是不一樣的